美国国防部在公布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前先释出解密的22张照片以及15段影片 这是从2022年1月到今年9月间 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领空对美军的胁迫危险行为 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瑞特纳表示 虽然今天只有公布15起 但过去两年类似的事件超过180起 比之前十年还要多 加上美国盟友伙伴的遭遇 解放军具胁迫性的危险行径 总共将近300起 而这都是有计划的行动 这几百个状态 在PLA运动员有强烈的规则 或缺带炸裂 或撞了热炸 或接近美国航空间的距离 在很多状态 这类似的行动员可以判施 美国国防部不愿透露在过去两年 解放军180起具胁迫性的危险行为中 有多少属于不专业 不安全的拦截 并且表示这样的趋势 不仅限于空中 解放军在海上跟陆地上 也都是更加挑衅 瑞特纳表示 美国不会害怕 也不受胁迫 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 安全负责任的飞行 航行和行动 并且将持续寻求 美中在各层级的军事对话 尤其最高层级 以避免竞争演变成冲突 TVB新闻 尼佳辉 美国华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